品味人生哲理 感悟禅的智慧 大家好 我是吴元生 今天我们继续说禅 我们说忍辱 它既是一种处施的方法 也是一种情怀 一种品味 一种慈悲 禅学里面认为 修习忍辱 能够让我们超越称慧 把我们从称慧的 这个泥坑里面 救出来 有一条著名的禅语 是这样讲的 叫一念 称心起 八万丈门开 一个称称的念头起来了 八万四千个 障碍修行的大门 砰就打开了 那么还有一句禅语 是这样说的 称世无名火 能烧功德灵 称恨的念头 就是无名怒火 那它会把我们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各种事业 各种人际关系 在顷刻之间 烧得干干净净 那么宋代的大文豪张九成 有一天起了个大早 拜访老朋友妙喜禅师 他心冲冲地讲 他说 打死心头火 特来参喜禅 妙喜禅师一听 他就知道 他的修行到底到什么境界了 就故意拿话来吉他 他说 冤河起得早 七备别人眠 你这么早就跑出来了 你小心夫人 红杏出墙 那么庄九成一听这个话 心中的无名火 真的就窜起来了 气急败坏 他就骂了起来 说无名真兔子 烟敢发此言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愚蠢的兔和尚 你怎么敢说出这种风话来 亏你还是个出家人呢 这时候啊 这个妙喜禅师 微微含笑 不紧不慢地说 轻轻一扑扇 芦内又生烟 你不是讲 你已经打死心头火了吗 那怎么我说 烟盒起得早 七备别人明 这两句话 轻轻地在你的炉子里面 扇了一把扇子 你的无名火 瞪时就窜起来了呢 所以在这个公案里面呢 妙喜禅师是略施小计 就把张九成 事实上还没有打死心头火 他却偏偏要自吹自擂 打死心头火 把这样的一种状况 给揭露了出来 暗示 那你的忍辱功夫 你还差得远 你还根本就没有入门 张九成听了之后啊 面红耳赤 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啊 别人的态度不好 一句话不中听 我们马上就起了一个称恨心 无名怒火 三千丈 那么如果到了这个关口 那你所有的功夫啊 修行啊 统统都是烟消云散 禅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是一个清明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来 听禅 品禅 那你还要做什么呢 然后呢 看着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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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